霍思燕带恩恒妹妹杜小玉看医生,医生的话让霍思燕急得掉眼泪。 妈妈是超人第三季在周四即将播出了,期待了那么久也终于要见到可爱的布布和双高的恩恒了,还别说特别期待布布能和恩恒的互动呢。 说到恩恒真的是很圈粉啊,暖男一枚,在正片的预告片中,恩恒非常的照顾霍思燕。 还帮霍思燕洗脚,这么棒的儿子,这么暖男的儿子真是让人羡慕,恩恒妹妹杜小玉。 不仅如此,次次霍思燕不仅带恩恒参加妈妈是超人还有恩恒的妹妹杜小玉,此前有人误以为霍思燕和杜江是真的还有一个女儿,并且在霍思燕发微博的时候的时候,也是很调皮的说带杜宇齐和杜小玉一起上节目,还是有点紧张。 紧张的表情如图三。 调皮的霍思燕并没有说图三就是恩恒的妹妹杜小玉,于是微博上很多营销号开始忙活了。 之后杜江就赶来澄清这件事了,转发霍思燕的微博并称,图三是杜小玉本语,英文名叫Natalia,大家了解一下,并配了一个尖笑的表情。 这一对恩爱的火宝真的是够调皮的。 这不在正片的预告中也有杜小玉的身影,霍思燕带着杜小玉去看医生,而医生却说了这样一句话,出声特别容易难产。 然后霍思燕便是一副很惊讶,很担心的样子。 然后便是看到霍思燕落泪的镜头了,这预告剪辑得让人有点猛,是否因为担心这杜小玉才落泪的。 不过,在上节目之前这个杜小玉其实也已经生过一堆娃,如今这医生说的话估计也是有了崽崽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